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东4岁儿童接种疫苗后死亡 中方回应贾家失踪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星期二早上发生三起连环爆炸袭击 造成至少30人死亡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该事件负责 目前恐袭嫌犯在逃 比利时将恐怖威胁警戒升至最高级别 首相米歇尔因此取消了本周的访华行程 星期二早上布鲁塞尔机场发生两起爆炸 随后一处地铁站又发生一起爆炸 据比利时媒体报道 在布鲁塞尔机场后继大厅发生爆炸前 游人开枪并用阿拉伯语喊叫 爆炸震碎了后继楼的玻璃 一小时后靠近欧盟总部大楼的马尔贝克地铁站发生爆炸 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发表声明 抨击针对比利时人的恐怖袭击 比利时首相米歇尔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称 这是悲惨的一天 黑暗的一天 据埃及媒体报道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通过阿玛克通讯社发表声明称 是该组织旗下的圣战斗士实施了这三起爆炸案 据悉 比利时恐怖袭击发生后 整个欧洲的安全戒备也全面升级 法兰克福 伦敦 巴黎和荷兰都加强了机场的安保 广东合园市发同报称 本月初发生一宗男童注射疫苗致死案件 但官方在未给出具体原因的情况下 急忙就事件做回应 强调是与山东假疫苗无关 请看心灵的报道 近日山东破获了一宗假值数亿元 时间跨度长达5年 至少涉及200万只的假疫苗案 引发各界震惊 就在此时 广东合园一名4岁的沈姓男童 本月初在幼稚园接种疫苗后莫名发烧 经送院抢救4日后忠告不治 再次引发舆论关注 3月21日广东省卫纪委回应 有关部门已经封存 同批次疫苗进行调查 男童注射的疫苗不同于山东问题疫苗 对此多年来帮助疫苗受害者家长维权的公益人士 杨战青告诉本台 对当局这么快下结论感到惊讶 一般来说它是不是属于疫苗的异常反应 或者说是质量问题 一般质量问题要有一个程序 判断的规定是一般是 卫生部门要阻止专家进行诊断 诊断结果出来之后 如果家长不服 或者说是厂家不服 或者说医院不服的话 提起鉴定等再向上一级 鉴定最终说结果 才是最终的结果 但我不知道它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 山东食药监局同日再公布 有问题疫苗共12种 另一方面 根据山东省食药监局提供的 非法经营疫苗线索涉案人员中 共有11名联系人的手机号码 归属地为黑龙江 3月22日 因舆论过热 黑龙江政府终于跟进 宣布就问题疫苗成立专案组 关注事件的安徽异议人士李文革 接受本台采访时称 大家都在求力 做出一个底线 想尽一些办法去赚取金钱 假疫苗不是一般的商量 那么简单吗 五年之久 太可怕 中国大陆 德国总统高克3月20日首次到访中国 在第二天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后 也会见了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案的 两位辩护律师 莫绍平和尚宝军 以及被羁押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妻子 王俏林和诗人王藏等妻人 据莫绍平透露 在会晤中 他与高克就中国的法治与人权状况 交换了看法 诗人王藏表示 他们被以人权捍卫者身份获得邀请 而高克总统非常关切中国的言论自由 出版自由等人权问题 请看乔龙的报道 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德国总统高克 3月21日晚上在德国驻中国大使馆 会见了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的辩护人 莫绍平和尚宝军两位律师 北京的莫绍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莫绍平 22日向自由亚洲电台介绍了会面时的情景 他说 谈的相对比较广泛一点吧 实际上也是围绕法治人权这方面 他也了解一下 作为律师你现在工作的情况 对中国法治和人权的你的看法 当然他也说了一下他自己 他原来他是在东德做过牧师 所以他就是说以前东德和现在中国的情况 是比较类似吧 大家实际上是没有什么特别具体的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宏观的 围绕法治围绕人权的问题 他确实很关注中国的法治 当然也关注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 当天高克在德国驻华大使馆 还会见了709北京抓捕律师案中的 被逮捕的人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 王敲玲以及诗人王藏等人 2014年因声援香港站中被公安抄家后 刑事拘留的王藏 22日对记者说 高克就中国的人权状况及经济发展 谈了他个人的看法 并表示会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我说我的观点是不能因为经济的发展这个表现 认为中国就有什么进步 这些所谓的发展都是以牺牲中国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的 然后也简要的介绍了一下 本身也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王藏表示 当晚受邀的七个人都是以人权捍卫者身份 以高克见面 包括律师和学者 一动去就是我们一起的是七个 有几位律师 有几位人权捍卫者 还有李和平的妻子 709您也跟他介绍过了 他聊到了中国的审判等问题 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 政治一直超越法律 王藏告诉记者22日中午 他以诗人艺术家的身份 以宋庄另外两位艺术家参加了高克总统举行的招待会 包括北京工商界党有数百人出席 期间他们以德国人权官员会晤了半个小时 以这个诗人艺术家的身份再次会谈 还有几位宋庄的艺术家 主要谈关于这个艺术自由等等这方面的问题 创作艺术家是咋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香港媒体人贾家在中国失踪多日 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 美国务院官员呼吁中国当局明确贾家下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外交部记者立会上指 外界务须聚焦个案之上 中国官媒也炮轰外界以贾家失联为噱头挑起争议 但包括律师及人权团体在内关注者 则继续要求中国当局 公开贾家的下落和司法状态 请看心灵的报道 持中国护照及香港居民身份证的著名传媒人贾家 遗社大陆物件新闻刊出 要求习近平辞职的公开信事件 经律师证实上星期在北京被公安带走 连日来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同日回应事件时称 有关个案要向有关部门查询 华春莹又指 中国值得报道 关注的事情很多 不需聚焦个案之上 与此同时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就此发表题为 某某失联境外舆论的最爱噱头的文章 以期舆论维稳 对于官方的说法 贾家家属委托的律师陈建刚 在社交网络上反驳之 虽然机场警方告知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 但北京市公安局所有能联络上的部门 都不知道不了解不联系 没人知道贾家在哪里 贾家涉及什么案件 贾家触犯了什么罪名 贾家被采取了什么措施 哪个部门是办案机关 我们都被拒之于门外 虽然我们得到警方确切的消息 是被北京市公安局这个人带走的 但是北京市公安局现在没有任何人 对这个事情进行答复 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不知道 不负责 也不会跟我们联系真正的办案人 我们现在面对的整个就是 是一个蛮不讲理的这样一个机构 贾家的家属那边也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一个州都多了 此外 法国广播公司引述消息指 至少还有四人因此事被失踪 包括五界新闻网执行总裁欧阳洪亮 执行主编黄志杰 以及两名负责电脑安全技术的员工 也有消息指目前已有数十人因为事件而被扣押 参与声援贾家游行的社媒联主席吴文远痛批 自习近平上台后 公民权力空间严重收窄 过去被中共形容在鸟龙空间形式的 民间运动和快闪运动等 现在都受到压制 对此 关注事件的中国人权观察服务理事长潘璐告诉本台 贾家事件反映了当局对民智开启的极度恐惧 但当局加紧压制公民权力空间的做法不能得逞 中共当局不必要这么恐 它如果温和一点和民众沟通 也许会有新的局面 没有任何一个人他可以永远垄断 真的 都无法阻止 中国当下的民智的开启和民主化思想的传播 贾家失踪事件已引起多个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国际关注此事 敦促当局公开贾家的下落和司法状态 国际记者保护联会也要求知情者公布真相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林采访报道 湖北前江总口地区上千民众因不满当地政府在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 施工建造垃圾焚烧厂于3月21号集体上街抗议 总口农场管理区称垃圾焚烧厂属民生建设 暂时不会停建 有专家认为垃圾焚烧厂的主要排放物质二恶因 最大危害是具有不可逆的三治毒性 即致激 致癌 致突变 四川成都天府新区郑兴镇四个村庄的千余村民 因不满地方政府未能兑现此前承诺的拆迁安置补偿协议 于3月21号集会抗议 希望政府能予以解释并进行适当的赔偿 事件中有数人被抓 另有多人受伤 有抗议者向本台表示 当地官场黑暗 腐败严重 希望中央能够彻查 参与抗议的村民向本台表示 政府当初争地 给予每亩土地的赔偿款是2.5万元 再加上一套安置房 现在他们没有了土地 安置房面积还不到位 村民无法接受 第一 打开手机上的相机应用程序 将模式转到视频模式 第二 将您的双手放置在手机的顶部和底端 并把手机横向放置 并点击拍摄 横向拍摄视频也是电视的基本要求 这种方式能拓宽拍摄画面 记录更多的信息 第三 在手机屏幕上 点击正在拍摄的人物或者是物体 以确保拍摄的高清程度 第四 尽量靠近所要拍摄的事件 人物或者是物体 尽管现今的智能手机摄像头 能缩放对拍摄物体的距离 但是过多依赖于这项功能 会让视频质量大打折扣 会出现视频不清晰 噪点过多等问题 第五 尽量少用摇摄 摇摄只在手机拍摄过程中 过多摆动 从一个物体转换到另外一个物体 或者说有过多走动的拍摄 导致拍摄视频过于摇晃 拍摄过程中 尽量多角度全方位拍摄 但要注意每个角度 每段视频至少保持10至15秒 第六 遵守视频拍摄排序原则 对每个事件 人物和物体的拍摄 包括近景 中景和广角的拍摄原则 在掌握了以上六个基本原则后 你就能拍出优秀的手机视频 有关当局进一步迫害网民为屠夫的福建维权人士吴干 他的父亲徐孝顺被控职务侵占罪一案 3月22号上午在福清市法院第三次开庭审理 该案代理律师林洪南在休庭后告诉记者 控方提出新的证据均站不住脚 律师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十多人到法院外声援徐孝顺 中国五大中央党政军部门近日联合发出红头文件 要求各地组织观看 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 担任艺术指导的新版3D歌剧电影 《白毛雨》这一做法引发外界关注 用分析指 自习近平上来以来 持续三年的亚文革又继续扩大之势 请看心灵的报道 近日网上流传出一份中宣部 文化部 教育部 国家新闻广电总局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办公厅 联名发出的红头文件 要求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宣传部 文化厅 教育厅 新闻出版广电局 解放军各大单位 中央军委各部门 以及省级电影发行公司和各电影院线公司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观看3D舞台艺术电影《白毛女》 据报道 这部被中国评论家 暂为新时代的艺术经典的歌剧 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 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彭丽媛担任艺术指导 白毛女在中国家喻户晓 是在文革前夕 江青介入文艺政策和实践 将其打造成8个样板系之一 中国人权观察 副理事长潘露质疑中国当局 四要重新倡导阶级斗争 向青年一代渲染仇恨 剧中的那个时候 充满人质的思想认识 谁都可以代表人民批判谁 打倒谁 甚至枪毙谁 官方虽无打出文革旗号的政治运动 却有类似文革的整肃手段和举措 亚文革化持续扩大 封锁言论 垄断真理 控制意识形态 封锁新闻 中小学生进行大规模长期的洗脑教育 试图通过统一言论来控制整个社会 这种方式其实已经早就过时了 这种在文化上的反应 其实在共产党的历史中有过这样的先例 凡是一旦对文化这些思想进行重大的迫害的话 都会引起了社会的重大的危机 旅美作家于杰撰文指 白猫女的妖魔化地主阶级 是为中共消灭地主和富农的阶级屠杀 寻求合理性和合法性 对此 河北自由撰稿人朱欣欣接受本台采访史称 现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 要比黄世人更黑 更狠 到处可见的强拆强征 解放 被精神病 拘留 判刑等等 逼得百姓比以往更加民不聊生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林采访报道 香港剧团糊涂戏班近日发布新作《第三谎言》时 遭到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的政治审查 一位幕后工作人员 艺术行政主任兼执行监制罗书彦 毕业于台湾国立台北艺术大学 而被当局要求在场刊演员简介中 删除校民中的国立字眼 就叫台北艺术大学 或者只简称北艺大 剧团多次抗议都无法推翻此决定 最终唯有在场刊登出的个人照片中 手持国立台北艺术大学的学位证书 已是抗议 舆论直指香港政府是极权政府 连一个学校的名字都容不下 而事件是一场荒谬又可怕的政治审查 2016年第15届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司政 和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选举活动 于3月20号在13时隔国家顺利展开 并圆满落幕 藏人行政中央选举委员会预计 将于下月底公布最终获选的 司政和议员名单 流亡藏人选举国际观察团 星期一在达兰萨拉召开记者会 对西藏流亡社区民主化成就 及藏人热情参与竞选投票 表达赞赏 请看单真的报道 有欧洲议会下属西藏问题协调小组主席托马斯曼 率领的国际议会支持西藏网络 及支持西藏团体成员组成的藏人选举观察团 于上星期五抵达达兰萨拉 上星期天清零当地投票现场 监督观摩选举全过程 并于星期一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厅 举行记者会 给予积极评价 托马斯曼在宣读观察团的声明时表示 我们很高兴看到在世界自有国家的藏人 为实现全体西藏人民更美好未来的愿望 再次强烈拥抱民主 而这对西藏境内的藏人却是被禁止享受的 我们要称赞流亡藏人在竞选和投票过程中的热情参与 托马斯曼表示 藏人选举观察团的报告将于下月27日 在宣告最终结果后正式发布 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 也是该届最后一次会议 与星期一在印度达兰萨拉议会大厅举行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颠巴次人 副议长索南丹培为首的议员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为首的各部门部长 出席会议参与讨论 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最后一次会议 将于4月1号闭幕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 22号召开记者会 要求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引进总统能量 亲自担任全国司法改革会议主席 落实司法改革政见 请看苗秋菊的报道 在台湾 台湾的新总统当选人蔡英文 承诺当选后将召开全国司法改革会议 台湾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提出三大诉求 要求蔡英文亲任主席提名能够实现司改政见的司法院长与法务部长 并扩大公民参与 使资讯公开透明 司改会常务执行委员尤博翔表示 过去的威权时代 司法常常成为服务政治的工具 希望新总统能够落实转型正义 游博翔说 这种对内揣摩上一听众指令 司法毫无独立的情况 造成了司法审判不公 对外从高高赛上的这种形态去 对待人民永远以人民为敌 这使得人民感到非常的痛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司法 让人民感到这么痛苦 最主要的原因根源所在 司改会董事长林永宋律师指出 1999年虽然曾经召开过司改会议 不过仍有许多的遗憾 林永宋说 司改会也对新任的司法院长 以及法务部长提出三个标准 包括对台湾民主运动与司法改革 具有重大的贡献 没有屈从当权者的事迹 能够落实总统的司改政见 并且有决心与能力来推动重大改革者 媒体并询问司改会对于人民参审制 或是陪审制的看法 司改会常务执行委员黄志豪指 司改会请向陪审 而非人民与法官一起坐在法台上的参审制 理由很简单 就在于心理学有一个很著名的权威效应 黄志豪说 比如说我是一个素人 旁边坐的是一个资深15年的法官的时候 当他在一个案件的事实跟法律判断的时候 如果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 我有多大的几率 用我仅有的学士 跟欠缺的司法实务经验 去反驳他 去跟他争持 所以所谓的参审制 我们真正担心的是 有没有可能 藉由这种名义上的人民参与 实际上只是在帮法官的判断背书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台湾历史最悠久的金剧团 复兴国剧团 结合昆曲艺术 成立台湾第一个台湾金昆剧团 暂定今年11月至12月间 在广东和广西演出国富传 请看苗秋菊的报道 台湾戏曲学院所属的金剧团 结合昆曲艺术 11日为台湾金昆剧团 举行揭幕仪式 文雅昆曲和通俗的金剧融合 将带来更多元精彩的庶民文化 专研戏曲的中研院院士曾永毅表示 曾永毅解释 中华民族的戏曲艺术 自古以来就是雅俗互相齐头并进与交流 雅的方面以昆曲为代表 是词曲系 音乐以曲牌体为主 金剧则是诗和赞 音乐是板腔体 没有曲牌比较通俗 曾永毅说 所以金昆剧团可以说是 雅的昆剧和俗的金剧的结合 而两者昆剧是雅的代表 金剧是俗的代表 所以可以说是雅俗的一种结合 可以融合提升 台湾戏曲学院校长张瑞斌也表示 金剧的跟昆曲能够结合 一方面是文学跟艺术 一方面是续剧跟音乐的最高的一个融合 现场剧团演员并粉末登场 秀出一段金剧与昆曲的融合表演 台湾金昆剧团团长偶述从说明 金剧的起源 其实他要寿自清朝 那个乾隆时期 大概现在是两百多年的时候 是乾隆过生日 然后地方官员 引进了各地的地方戏曲进来 然后乾隆喜欢这个戏 后来这些地方戏 原则上它是叫乱坛 也叫花布 那昆曲因为它比较高雅 所以称为雅布 可是很自然的 大家都喜欢看那个轻松的 愉快多样的 甚至于程度不用花很多脑袋的那种剧种 因为它是从金剧 从北京发展出来的 所以南方人就称它为北京来的戏 是叫金剧 台湾戏曲学院老师曾汉寿表示 中国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 许多金剧都失传了 但后来想要再往回找也找不到 板关台湾的老师 反而在学校保留了很多金剧剧目 曾汉寿说 说去不大科系的正统的金剧 还真是在台湾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 好 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您登陆自由亚洲电台的网站 浏览更多的新闻 我是郭亚萨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 这一条个小朋友 保持和人房 会等于社他们在网站 自己的双智 为了小朋友 我路由为了 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 你的文化 你的小朋友 有数小朋友 有数小朋友 微信 蛇 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